緬甸總統吳登勝說民主改革不會走回頭路 並呼籲西方國家停止制裁緬甸 吳登勝在接受《華盛頓郵報》採訪時說 他的政府已經滿足了西方國家提出的幾個要求 包括釋放大部分政治犯定於4月舉行選舉 和為反對派領袖翁山素姬進入政府闖開大門 吳登勝沒有排除諾貝爾和平將得主翁山素姬 今後甚至可能進入內閣的可能性 吳登勝利用這次接受採訪的機會 呼籲美國和其他國家取消對緬甸的制裁 表示制裁雙及5400萬的緬甸人民 並且可能阻礙緬甸的經濟發展